有名顧客他到桃園的这家早午餐店吃饭 但是他发现他的餐点有交位 所以退餐了 没想到他之后却发现 这份上桌后被退货的餐点 居然被餐厅店家直接再送去 给其他点了同样餐点的客人 等于说变成了一份二手餐 那么这件事情被PO到网路上后 现在网友是一篇热烈讨论 纷纷表示 发生这样的状况真的很离谱 但是业者也出面回应了 表示因为二月八廉价 人手不足 才会不小心误送餐点 戴着手套放生菜 把刚起锅的鸡排还有蛋 做成新鲜三明治 干净整洁的环境 竟然传出买二手餐 相似之处圈出来 香肠红点位置 培根烧焦部位 网友追悉米 一看的相当仔细 竟然发现是当初退回的餐点 有网友透露到桃圆餐厅用餐 因为餐店有烧焦味 选择退废退餐 打算上网写评论 竟然发现当时的餐点 被送给其他客人 因此发出对比照 才证实真的有二手餐这回事 以为它又是新的 发自早餐盘 然后又把它出了出去 送二手餐被抓包 事情在网上发酵 负面评论也引来业者回应 表示当时正逢二二八 廉价期间 人手不足才导致餐点误送 但不少网友不踩纳 接连炮轰 请老板把店收一收 拿到二手餐食安问题 引发疑虑 但也有民众能够将心比心 就是证明没有关系 这东西其实没有到很严重 比如说很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就试着是换位死逃 餐饮业辛苦 有人理解二手餐事件是五送 业者也将提供全额退废轨 来加强另外场沟通 希望能挽回顾客信心 记者谢祥林张佩颖 桃圆曾报道 台中有外送员接单之后 发现好几笔的订单 购买奶粉 但其实都统一送到了相同地址 到了指定地点之后 才发现现场是一个 已经三年都没人使用的空屋 外送员向消费者确认之后 才知道对方根本没下单 而是遭到了有心人士斗刷 受警方接护了报案 逮到了一名嫌犯 还在他的住处里面 搜出了快一百罐的奶粉 疑似来不及变卖 遭到逮捕 点开外送平台 下单买奶粉 就有专人送到家 对家长来说很方便 不过台中有外送员 意外揭发奶粉倒刷诈品案 前两天 乌边达还有UberE 他们都送了牛奶在这边 他找不到人 他们都叫他放在 什么墙角 我听乌边达在讲的 就一直陆陆续续 一直送一直送 他有的一罐 有的两罐 有的就一小箱 我们看到放在地上 地点就在这里 台中五全路跟太平路口 这处已经三年 没人使用的店面 有外送员接到一单 奶粉外送 到了现场 发现是空屋 打给消费者 对方却说 没有买 外送员才惊觉不对 立刻报警 某个时间段 收到大量奶粉订单的话 外送员会在 我们自己的群组里面讲说 哪里又有外送的 那种奶粉订单 听过说就是 接到就是很多奶粉 然后可能送到某个地方 这样 不少外送员说 有耳闻过 通常诈骗集团成员 都会利用外送平台 倒刷被害人的信用卡 在买价格不便宜的奶粉 要求送到指定地点 得手后 疑似在转手变卖 而警方在接货通报之后 到现场守住带兔 果不其然抓到嫌犯 还在他的住处 找到快100罐的奶粉 嫌犯公称 买来是要自己喝 但警方不相信 当场逮捕 外送平台绑定信用卡 自动扣款 成为有心人士犯罪目标 由于案件频传 警方呼吁 如果民众遇到 先打给银行 申请指付 再联系外送平台 保留证据报警 才有机会把钱讨回来 接下来 张哲伟潘欣 台中报道